1972年2月日,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。 图维·尼克松协夫人帕特走下飞机旋梯,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访罚新中国。 图维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在机场握手,图维·尼克松与周恩来解决解放军的三军一仗队。 回国后,尼克松总统在采访中说道,在飞机落地之前,我以为那是一堵墙,中国军人的整齐化意乎乎意料图维·周恩来与尼克松。 基辛格会谈 基辛格在中美化交历史上,他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,不到长城非好汉。 图维·尼克松在叶剑英元帅的陪同下游览中国长城。 图维·尼克松与周恩来的合影,可以看出来,当时的尼克松是非常开心的。 图维在北京饭店,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参观中国美食制作,看来,第一夫人对中国美食充满了兴趣。 图维·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参观当时北京的一所小学。 图维晚宴上的尼克松与周恩来。 图维晚宴上的尼克松与周恩来。 看来,尼克松总统,对中国美食还是挺陌生的。 图维晚宴上的尼克松的风格。 图维晚宴上降时并 Birthday prophets耳末性帮助 而开入您的身体。 图维晚宴上 shops普 choosing。 图维晚宴上降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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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